欢迎好朋友来到新台股龙卷风 让赵新老师带着您获利 欢迎赵新老师好 远欣你好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 今天是12月11号 又是一个新洗衣展新的一周 上周看到了包括在非农指数的一个公布 数字是不错的 但是大家就会稍稍有点担心 这个FED会不会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数呢 怎么看 以及本周又全新的一周 本周有很多的一些重要数据 除了超级邀行周 还有包括本周有一个CPI的指数要公布 另外还有PMI指数要公布 另外还包括了像是台积电也要除息了 好等等的这些众多还有FED 他们今天在本周也是会有一些利率会议 那本周有很多重要事件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台股的表现呢 怎么看也要请赵新老师帮大家做分析 还有老师您在上周一直提醒大家 现在叫做矛盾盘 今天的盘看起来也有点矛盾 因为有很多的股票是创新高 比如说我们的股王又创高了 然后包括今天台积电其实是利空不跌的 还有今天尾盘是甩尾的 但是在这个当中其实又看到了有一些些的奇怪的一些现象 有点矛盾 那我们现在到底怎么去观察大盘的表现 有请赵新老师 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电脑画面 好 今天讲指数经过了一个震荡整理 然后去拉尾盘 中场指数上涨三成几点 但是你看上市上跪下跌加速 上市下跌的加速比较多 大于上跪也是下跌加速比较多 对 等于说你今天拉指数 但是上市上跪下跌加速比较多 这是第一个矛盾 这是OTC是比较弱的 对 第二个矛盾来看的话 虽然下跌加速比较多 但是涨停板的加速却又高达三几家 代表是说整体的一个资金 它是聚焦在某些的特定类股上面 于是你稍微去厘清一下 近期来讲在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曾经跟投资朋友报告过 所有的动作都是根据龙卷峰操盘数 土日线就要找买卖点 周日线就要看波段 日线就要看趋势 对 在上个礼拜之前 我们之前是跟投资朋友报告 上个礼拜就是震荡盘 任何的行情皆有发散 收敛盘整盘整完之后再发散 那上个礼拜震荡被我们抓中了 对 那这个礼拜来看的话 你去看加权指数的周KD 周KD是不是经过了 已经站上了80周之上 那每一次站上80周之上的话 基本上都是后续在大涨的几率会比较高 就是再一次发散的 一个机会 那为什么今天早盘会进行一个震荡整理 原因其实很简单 最主要来看就是因为台币 它在进行一个贬值 汇率的问题 对 那台币有什么贬值 于是我们稍微 我们从最主要的一个观点 一一去做一个厘清 于是我们今天稍微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整体的节目的大纲 周KD它是黄金交叉 站上80周 它就是会有波段行情 历史经验已经跟我们讲 就是续涨 那今天来讲台股是开低的 最主要是台币贬值 那如果台币会贬值 那因为昨天礼拜五的部分美元涨 美元指数是涨 那为什么美元指数是涨 因为它公布了非农数据 比市场预期要来得好 那大概短线上来讲 投资人就预期说 那该不会又要做一个鹰派的升息 所以说美元就上去了 那短线上台币就贬值 所以早盘的部分 台股是做一个震荡整理 好 重新再来厘清一次 这个叫短期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你去看美股的走势 台股的走势 基本上股会是稍微做一个脱钩 美元指数在礼拜五它是上涨的 对于美股 基本上应该是利空才对 但是你看 居然是那指数都是涨 NASDAQ 道琼 是不是反市场和反反市场 是不是矛盾盘 是 再拉回来台股你看 美元指数涨 台币贬值 那为什么又拉尾盘 是不是又矛盾了 所以说这个盘式来讲你要知道 原来现阶段就是进入到矛盾盘 矛盾盘来讲 你的操作逻辑就要跟之前 去做一个颠倒的动作 欲利空震荡 它是做利空洗盘 它是会往上反弹 利多反而容易 利多不涨 这就是像挥打概念 挥打效应对不对 然后你再去看4763这个材料 材料KY 你看到今天材料还是没有在涨 还是向下的 不是说它不好 而是说现在来讲 它的格局就是这样子 所以类似像材料这一档个股 包含像1519的华晨也是一样 我们上礼拜一直跟合作中讲 不要去追 不要去追 对 你看华晨今天是不是一根回档修正 几乎跌停 盘中要打到跌停 对 那当然这个东西来讲 这个个股的部分 它基本面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题材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重电它绝对就是一个 所谓的民进党执政的一个概念 这个一定也都是一定强韧电丸 一定也是要用 但是你去看 今天来讲 华晨是不是出现一个利多 对 12月11号 早盘出现一个利多 出现一个利多的话 股价干嘛 开个小高盘 啪就打下来 哇 这就是要矛盾盘 所以现在做股票 你不要去追 反而你去看利空 去做一个彻底的动作 你看之前跟投资朋友提示 3661的市新 对 它是不是跟你讲第三季会不如预期 是 没有COAS 讲完之后 连续两根涨停盘 啪啪就上去了 对 比如说你看今天市新上去了 6643M31就是有涨停 也带动了 所以说类似像这一类型的个股 你要知道怎么去做一个取舍 怎么去做一个布局 不然像台积电也是一样 台积电不仅仅是在11月份的营收 月减年减之外 甚至于我待会给你看消息 听说这个NVIDIA的单子 可能会不见得要给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缺口瓦斯嘛 有可能要稍微挪一部分给Intel 但是很明显你会发现到 即便是这样的利通 但是台积电今天却是涨的耶 却拉尾盘 台积电今天来讲是上涨4块钱 其实今天的指数34点 就是台积电贡献出来的 所以每一次的行情 你要去做一个厘清的动作 包含常常跟投资朋友讲 6933 Amex 电子业的爱马仕 哇 今天又涨停满 亮红灯 非常非常的夸张 你去看它基本面 你去看它毛利率 假设Amex 它有办法持续往上攻 自然而然的 本周啊 如果Amex持续往上攻 它会带动 一定会带动 因为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比价 为什么会有一个带动消息 很多投资朋友不明就里 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 譬如说我这档个股 一直不断往上拉 一直往上拉 投资朋友已经看到它一直往上拉 敢不敢追 不见得敢追 他会去找他们同族群 同族群落后不涨 还没涨的 这个是人类的心态 那只要是很多人去找落后不涨 自然而然落后不涨股票 它就真的会涨 跟着带起来 所以说今天来讲 万载也被带动上去了 好 紧接着 车用领主件也是很生气 先从5439的高期先往上拉 第一波 第一档 然后跟投资朋友讲说1319的东阳 1522的梯顶 然后1524的梯顶 梯顶来看的话也是喔 上礼拜讲两根涨停 然后今天还继续创高 大概三天逼近两根半 2.5根 那今天的梯顶出现一根黑黑夜报去追 当然不要追了 那会接下来会谁去落后不涨 是不是我们跟投资朋友讲 3675的得位 车用二集体 对 车用二集体的部分 所以它基本上来看的话 你会看到行情 它是一档接着一档 一直不断去创新高去带动 所以今年会不会有选举行情 就肯定会有选举行情 所以投资朋友你不要 感觉这大的行情你不要小做 尤其是加权指数 周 KD 黄金交叉 并突破80周来看的话 很多的个股 你震荡你要抱得住 你要抱得住 不要乱出 除非是涨很多了 就不要乱追 对 那记忆体是不是风云在一起 是的 礼拜五跟投资朋友讲812的至上 你看今天又一根喔 涨停板耶 你看向利如吧才提到他 两天两根 但是你要去留意 如果至上他有办法拉上去的话 你去看至上 我给你看他财报 他的毛利率还多少 4点多% 对 为什么他毛利率那么低 因为他叫通路嘛 他是买货卖出去 买货卖出去 本身他没有在制造 对 没有在制造的话 就看他的报价涨跌 那如果连至上他都有办法两天两根涨停板的话 那向游呢 对 其他的相关概念股他会不会有机会 所以说你会发现到 虽然今天指数来讲是偷拉尾盘 对 下跌加速比较多 但是中间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多含金量的个股 等待着我们去发掘 太精彩了 所以你看其实刚刚赵鑫老师有讲到一个重点 接下来的行情有没有 真的有 而且真的很精彩 但是你要怎么去掌握这个行情当中的一些 含金量高的标的来先加入 小老鼠iSTOCK 168 小老鼠iSTOCK 168 在首页其实都有很多的黄金钻石 有很多的珍贵的资料 你都可以去挖宝小老鼠iSTOCK 168 还有在盘中 老师也都会给大家这个贴着盘的一些重要讯息 关盘的指标 您都可以直接每天来做收看小老鼠iSTOCK 168 好 于是我们看我们上个礼拜 跟投资朋友报告过台积电的一个营收 台积电这场个股非常非常的实在 就跟大力光一样 就是老实数 老实数家庭 这就对了 家族的 是 台积电在之前的法书也跟你讲说 第四季的合并的营收会多少 到6272 如果高标是到6272 对也算给大家听了 对也算给大家听了 如果到12月来看的话 预估大概是1780亿 但是只要比1780亿要来的多的话 代表是说整体的第四季的财报 会比原本的预期要来的高 那你觉得1780亿容易突破 我认为是蛮容易突破的 因为即便是它现在月衰退的情况下的话 因为第四季是传统的旺季 12月份很多的个股它还会旺上冲 因为有AI的效应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到昨天 礼拜五的部分 台积电营收公布完之后 美国的台积电的ADR 反而也是在旺上涨的 今天台积电利空出来了 什么样的利空 回答的订单 不可能会被遭瓜分 那当然讲这是外媒传出来 到底事实上是如何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是就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的话 指数相对的高点 有一些利空风吹草动 一定是先跌再说 但你看这次的台积电它没有跌 对啊利空还不跌 而且今天反而逆势还涨的 对所以说这个地方来看 所以投资本要去留意一下 有没有可能类似像3661的市星 它利用利空再去做一个测低的动作 就可以特别特别的留意 然后后面还在持续向上 对好再拉回来 好 如果是说重量级的全职股 你看台积电它不跌 对 当然它上游的细制裁它都会有机会 我常跟投资朋友讲 你要去抓全职股当成是指标 台积电当然是可以做没有问题 但是台积电的波动它比较小 对毕竟它全重 但是中小型个股 或者股本低的个股来讲 它当然上去的速度就会快 所以细制裁它当然就会涨 所以你要去看 每天的关盘的一个重点 我会放LINE AT 对 比如说12月6号的时候 你老朋友老观众 12月6号之前有加入我们LINE AT的人 你自己去看 12月6号盘中 对 我不仅是在讲细制裁 是 我还跟投资朋友讲车用零组件 有 车用零组件我不仅是讲高继 郭高 东阳 提威西续长 我当时在节目上我还跟田芹讲说 我有一档准备给自己位于家族 对 还不能提示 没有想到讲完之后 1524的耿鼎 隔天12月7号就一根涨停板 对 好猛喔 一天 一根涨停板你也结束吗 第二天两根又两根涨停板 冲上去的过程当中 我不仅仅跟投资朋友讲 耿鼎会续长之外 因为先前也震荡很久 同步同一个时间点 跟投资朋友提示什么 1519 就要进入震荡成立 对 那今天来讲 华晨会打到跌停板 对 所以华晨会上周提醒 这是今天盘中发给投资朋友的Lite 8 免费的Lite 8 是啊 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你加了吗 你看到了吗 小老鼠istock168 来 正在看节目的朋友 手机拿起来扫一下 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 小老鼠istock168 每天早上一定要认真去看一下 很重要 所以说耿鼎完之后 是不是接着就是德威和台办 我今天会讲台办的一个消息面 好 所以行情来看的话 每一次行情在回档修正之际 你都不要害怕 当时在11月1号 你去看喔 当时的股指数叫15978 过万六 到今天已经多少了 哇 17,400至上 对 中间还很多人讲说 那到底可不可以做 可不可以做 我说你要买都可以买 你只要把防守点17214 中间局 守住之后 他要攻他还是会攻 懂 那上个礼拜跟投资朋友讲 礼拜一说高档背离 不要去追 果不其然上个礼拜 是不是在行情在震荡整理 上个礼拜的周线 是出现一个K线的 对 但来到本周 礼拜我已经跟投资朋友报告过了 本周他就一出现一个发散 因为他已经整理过了 懂 再次跟投资朋友提醒一次 任何行情皆由发散 收敛盘整 盘整完之后再发散 那上个礼拜已经盘整过 这个礼拜往上发散的机会 就会比较高 再复习一下 你去看台积电的营收 明明就不好 它会不跌 你再去看3661的世新 古王 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对 3500了 我常常跟投资朋友讲 你如果看历史剧的话 每一次皇帝说御驾出征 你看他攻打 攻打辽国 攻打突厥 一定都是会赢的嘛 所以一样 古王他如果御驾出征的话 代表整体的细字材 你看6643的M31就上去了 亮灯掌停 那如果是说细字材往上去 IC设计报跟 就会跟了嘛 所以很多的电子类股来讲 反而来到12月份 它都会出现一个比价效应 都可以好好留意 但即便是如此 你冲高的个股 你不要去追 今天动地33还是持续 你自己去看上证指数 还在跌 德国指数是创历史新高 对 然后跟你提醒的华城就会往下跌 因为利多嘛 那并不代表华城 并不代表材料 它就是不好的公司 你要记得 只不过是说 它第一波已经做完了 涨多了 涨多了 它做一个回档修正 你第二波的期待点是在哪 期待要新的题材 期待是要新的大户 愿意进来去做拉抬的动作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先把这个 资金 资金先回收回来 那像这一类型的个股 很多人可能被套到了 你来找徐老师 对 那老师也帮帮你 来我们要把资金灵活运用 而且放到极大化 来小老鼠istock168 小老鼠istock168 来请教教兴老师 然后你再看 股价来讲 它有点是利用利空在车底 像我刚刚跟投资朋友 市新你看温和下滑 主要是来自COA是没有嘛 当时在8月份的时候 中下旬的时候 讲完之后 市新连拉两根涨底板 这样的高价股 它都有办法利用利空去测跌 所以你的股票 我在这跟你提醒 你不用怕利空 因为今年是多投行 因为到12月份 利空它只要确定它不跌的话 甚至很多投资朋友 也许是套牢的 你来找我 我跟你讲 可以加码就加码 去做一个平均成本的动作 都没有问题 好 那Estick来讲 整体目前我是持续看好 所以说两根涨底板之后 还有创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 它涨多了 它一定会回档修正 当回档修正 这档个股是用60MA 也就是季线的移动平均线 作为一个支撑 10月18号跟投资朋友讲 回档修正你不用怕 回测季线是该买不该卖 所有的 你看我节目 每一次的答案 都是斩钉截铁 没有任何的模拟良可 然后行情果不起来望上公 在望上公之际 我要跟你提醒了 这一次的美中的一个晶片站 它主打的会打到市新 就题材来讲 它确实市新 它波及其实是最大的 但是你去看市新 会碰到利空它不跌 如果市新利空不跌的话 创历 今天是震荡的 礼拜有涨停 今天震荡可不可以卖 力旺呢 金星科呢 M31也拉涨停 对 所以一档会接着一档 他们在整面轮动 整组他们都会有所表现 尤其这些个股来讲 它叫做有钱人在操作的股票 如果 对 有钱人他如果都进来的话 那你们在怕什么 天塌下来有高的人帮你顶着 有钱人帮你hold着嘛 所以你看市新来讲的话 就慢慢慢慢上去了 那上去的过程当中 只要是外资有调升平等 它容易做震荡 你看10月31号 李多是出来的 它震荡 但震荡时间不会太久 10月31号震荡 11月1号的时候又拉上去了 每一次它都是这样子玩 那你只要摸清楚它的底细 你自然而然这种高价股 你会不会做 你就会很容易操作 那到12月5号的时候 跟头正面讲 你准备要逼近历史新高了 有 12月7号偷拉尾盘 是 创高 12月8号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稍微震荡持续开行 兼持续拉尾盘 又创历史新高了 对 所以像这一类型的个股 假设市新它有办法创新高的话 这一档个股 我后来也开牌了嘛 Lighting也放了 是8054的安股 那安股它是中低价的 它是靠 准备要跨足到 这个 系制裁的部分 你就可以特别特别的留意 有震荡压回 你可以自己震荡买方 但是这一档个股就不一样 这一档个股赚的钱 比安国要来得多 今天还不需要开牌 因为它还在震荡 但是我们一样把它放在Lighting里头去 可是朋友可以到Lighting去看 这一档 所以就继世新创业 然后安国之后的下一档 然后现在它都还有机会 一样放在首页小老鼠 I-S-T-O-C-K-E-6-8 小老鼠I-S-T-O-C-K-E-6-8 一样去首页自己看 它是谁呢 取看啦 好 紧接着 西字台拉上去的时候 AI概念股 当然我们就拉回到MX的部分 MX来看 你就去看 11月初的时候 就跟投资朋友讲 它是叫 一冷散热的概念股 像鸿海家族的概念股 讲完之后 三天三根涨停板 很快就上去了 那近期来讲 再做一个震荡整理 但今天又开始做 又充上去了 那你要知道 为什么MX要往上攻 第一个AI 鸿海家族 一冷散热 同一个时间点 一冷散热的有谁 我们是不是在各地方整理出来 我们请天心来念一下 是在11月16号 16号老师直接给大家开牌 那些4543的万载 它一样 它是车用的 跨足道一冷散热 对 讲完之后它也往下跌 很不给面子 但是讲完的隔天 是不是就让你好布局了 你有机会 对 当时最低来到41.75 而后开始慢慢往上攻 到今天来讲的话 头拉尾盘 进来到51块3了 10块价差 已经拉出来了 那如果AMX会上 万载会上的话 其他的个股要放在哪里 放在首页 要放在首页 要放在首页 自己去看 小老鼠IST OCK 168 好朋友自己去看 老师都放在首页 一档一档都比价上来 好 那重点来讲的话 我们会知道是说 这种个股来讲 基本面现在已经出来 EPS已经出来 毛利率也已经出来了 股价除以EPS 原则上来讲 就过去历史今天是 整体一整年的EPS 叫本益比 那现在只有前三季 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去做比价 那中间来讲 我全部都放在比价 甚至于股本 全部都放在里头 都到Lite去看就可以了 好 那紧接着车用零组件 来了 梗顶是不是三天 一进两根半 两根半 是不是 那梗顶上去之后 当时是跟投资朋友讲 台湾这个台积电 它是不是要先浪 浪2% 这个是要成熟自成 那折浪之后 是不是跟投资朋友讲 你要看国际股市叫安森美 安森美打完底之后 因为我们的节目内容 叫美股怎么台股该怎么办 国际股市它涨安森美 自然而然的 对应到台湾的部分 当然就是二级体的指标股 叫德韦 当时的德韦大概237到245 然后到251 今天已经到261了 它就逐步墊高墊高再墊高 那如果德韦上去的话 台半你就可以留意 台半来讲 对 你某时比的概念股 它也是整流二级体的概念股 下半年的毛利率 有机会回升到25到30% 那台半今天是不是拉尾牌 那过去来讲 是跟投资朋友讲 德韦台半和强茂 去做一个比价图 是 自己去首页看 包括刚刚我们讲散热 包括二级体的这些标的 小老鼠ISTOCK168 都在首页里头 好 紧接着你稍微去看一下 现阶段来讲 很多的概念股 尤其在成熟制成 因为它做一个折让 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有拉到 6415的系列 那其实很多的部分来看的话 尤其在消费型电子 或者车用零组件 因为台积电一个折让 会导致于很多的IC设计 毛利率突然间往上攻 那这些概念股来讲的话 其实投资朋友 都可以好好去做一个搜寻 好好去做一个留意 好 紧接着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同样是 车用零组件的概念股 车用零组件的概念股 你去看 今天来讲股价往上突破 这个叫成交量 是不是成交量稍微冒出来 对 然后这叫移动平均线 是 移动平均线是做一个突破的动作 对 好 这个叫横轴 是它统计出来的大量区 麻烦田馨来看一下 他中有突破耶 对 是开始出一个突破 对 好 操作的理念是这样 不见得每一次突破 就马上出现一个长红棒 测试一下 而且它测试 它往上拉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上影线 代表是说 确实有套牢的量在那个地方 但它适时去做一个调节 调节所以它出现一个上影线打下来 它既然它有办法去做一个突破 而且是带量化 代表这个地方 它就确实要进行一个换手 那这档个股来讲的话 有量 有价 而且是中低价位的个股 想要共襄盛举的人 你给我打电话 0225423555 好 那这一档到底它是谁 老师刚刚能不能告诉你 有价 有量 而且低价 转期 现在有人进去青睐它了 有人疼爱它了 到底它是谁 想知道的好朋友 电话是最快速的 0225423555 或加入小老鼠i-stock168 直接来跟上脚步 这一档 现在还没有开牌 你都还来得及 都还有机会可以直接跟上 0225423555 好 紧接着 很多投资朋友可能会想说 徐老师 现在股价指数已经涨这么多了 那美股来看的话 它又开始要公布一些 所谓的CPI数据 那FED的决策会议 虽然现阶段所有的市场都讲说 它这个升息的幅度 应该会没有那样子 硬盘要趋缓 应该要降息了 那不管是明年3月份 或5月份 大家大概都已经有预估的数字出来 那短线上来讲 有没有可能因为涨多了 还做些一些震荡整理 好 于是呢 我再把它拉回来 所有的动作 你就是根据龙卷风操盘数 好 于是我们来看 道琼现阶段来讲 虽然已经接近相对的一个高点了 对 我们麻烦田青来看一下 道琼来讲日KD现阶段是怎样 是不是在80轴之上 是 80轴之上 好 所以它还是多头格局 然后我们再来看NASDAQ的部分 日KD现阶段是干嘛 现在是交叉上 也是黄金交叉上去 对 交叉上了 我们再来看费城半导体 好 费半也交叉上了 也是黄金交叉了 好 这叫日线叫早买卖点 周性就要看波段 我们来看一下费城半导体的周KD 现阶段讲的话 它一样冲到80轴之上了 代表它是波段多 NASDAQ一样也是80轴之上的波段多 好 重新再来整理一次 刚才投资朋友所问的地方 如果短线上进行震荡整理的话 我们现阶段还有周KD的一个保护 因为它是波段多 所以即便是最差的情况 短线上进行震荡整理 我认为震荡之后 它还会过高 所以美股有没有问题 美股它没有多大的问题 那这样台股呢 当然也不用多大的问题 所以现阶段来看的话 我认为任何的震荡压回 都可以站在买方 那这些个股来讲的话 我们会一档一档去做个整理 投资朋友就是陆续 就是一直要锁定 跟上脚步啦 对 锁定我们的节目 好 紧接着 继续看咯 我们再来看记忆体 记忆体来看的话 整体它就是消费型电子要用 车用也要用 那消费型电子又分手机 PC 移电 NB 那些都要用到 那车用的话 它也要用到记忆体 现阶段也有AI 对 AI的部分又分了两个大部分 好 第一个叫NVIDIA的AI 是 它也要用记忆体 第二部分叫AMD的AI 也要用到记忆体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五 送给大家资料 AMD的概念 其实就有包含在记忆体的部分 哦 那中间来讲 曾经碰到威腾通知客户 周周谈涨价 对 这个是未来的消息面的题材 是 它为什么敢周周谈涨价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五 借由至上的消息面 曾经跟投资朋友讲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有跟投资朋友分享一个资料 研究报告 有拿到的人自己拿出来看 好 紧接着AMD的概念股 它就借HBM 超车嘛 DDR5的概念股就受贵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给投资朋友资料 MI300X的相关概念股有谁 是 复合成长率有多少 我们自己慢慢去看 都在宿夜里头自己去看 今天最新的消息它叫 记忆体明天会更贵 哇 之前是说库存会变黄金 现在明天还会更贵 所以说你去想 如果是说 有一个产品是明天会更贵的话 你今天手上有资金 你会不会想要买来库存 一定会的 所以这个整体来看的话 你要知道 电子产业蓬勃发展 这么样多的电子产业 他都知道说明天会更贵的情况下 当他手上有现金 他要不要先买来库存 必须 当我们知道的时候 先跟投资朋友讲 3260的威刚 威刚董事长他自己都讲了 库存变黄金 所以说威刚是不是上去了 对 威刚上去之后 品安是不是也上去了 涨停喔 品安也上去了 好 紧接着Netflix本季价量齐央 是 Netflix它也上去了 然后我跟投资朋友讲实权 看到了 实权是不是上去了 有 然后我跟投资朋友讲实权不只是在做记忆体之外 它还做三热水冷三热 还给投资朋友看图片 对 所以实权你看12月6号的时候 从85块多到90块钱 是 然后再到94块3 对 然后再到 今天到93块半 所以慢慢慢慢上功 好 紧接着你看至上 礼拜有跟投资朋友分享 对 至上还讲 因为现阶段所有的记忆体 为什么它会要调涨报价 即便是调涨报价 我上个礼拜有跟投资朋友讲 其实它到现阶段 它都还没有到损益平衡点 过去由于 因为经济它做一个下滑 对 不按像疫情的部分也好 那当然是说 所谓的三星 海力士 美光 他们在进行一个减产 但现阶段来讲 慢慢经济开始要走回声波了 PC也上来 手机也上来 AI也上来 车用也上来 的情况下 当然它涨报价就要上去 那根 根据至上的一个讲法来看的话 如果是要到达损益平衡 就还没有赚钱 整体的报价来讲 D-RAN它有两成到三成的涨幅 是 它才会损益平衡 Flash的话还要上涨 还有六成到八成的一个上涨空间 是 那如果是说现货市场的低润 有上涨两到三成 Flash的话 有到六成到八成的上涨空间的话 相关概念有它会不会有机会 当然 所以说你去看至上 两天就两根涨平板 那你要去知道 至上来看的话 你看它股价 震荡整理这么久 三个月 马上就一根两根 冲出去 现阶段会有很多的个股 现在还在这个地方 这是你要的 对 那谁是现在还在这个位阶 对 未来有机会这样蹦蹦冲出去 对 不仅在记忆体 很多的相关概念 或在电子页都会非常非常的多 那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如果是依照智商它的讲法 Dran和Netflix 它还有上调的一个空间的话 是 你就要知道 如果是它上去的话 对谁会有利 你手中库存越多的 绝对就越有利 当然 那当然我们就把它整理出来 那这个库存来看的话 你要去做一个比价 怎么样比价 第二季的营收不是出来了 对 第三季的财报是不是也出来了 是 那如果第三季减去第二季的话 它如果整体的库存是增加的话 它就比较机会 它就是增加的东西 增加的库存就比较多 那这个东西库存就会变黄金 那我们不仅仅是把表格整理出来之外 我们会把表格 我们要把成长率 数字化 库存的部分 把成长率把它标示出来 那如果库存成长率很高 我们再把股本给带进来 比如说 你看威刚 股本比较大一点 股本29.3亿 29.3亿是什么概念 你要去把它库存拉进来看 第二季的库存是114亿 第三季库存144亿 它的股本只有29亿 你去换算它EPS 假设它的报价上去的话 它EPS可以贡献多少 不仅是威刚 创建实权 雨瞻平安 全部都帮你整理出来了 懂 所以这份记忆体的相关资料 老师真的帮大家都整理得 非常的完整 数据都非常的清楚 来小老鼠iSTOCK168 手机拿起来直接扫一下 到首页去看 这一份资料就在首页 还包括散热 在AMX它的涨停满之后 谁会有机会 比较效应带动上来 另外盖牌股的部分 好今天那一档盖牌是谁呢 既从世新创意 安国之后的下一档盖牌 到底它是谁 一样在首页 还有最重要的是 现在还在处在这个位阶 正在整理当中 即将有机会冲出的 您都还来得及的 想跟上的朋友 电话是最快速的 02-254-3-555 直接来跟上 现在的行情真的精彩 标的一档党 都有机会冲出 再次感谢赵星老师分享 谢谢天心 想跟着徐赵星老师一起获利吗 立即扫描荧幕条码 加入官方社群 LINE搜寻小老鼠 iStar168 最新标普资讯 盘中解析 天天免费看到宝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 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